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兴社东西文专访 我是中兴社记者关子文 发展杂交水道造福世界人民 是杂交水道之父袁隆平毕生的追求与梦想 自1979年首次走出国门以来 中国的杂交水道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研究和推广 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中兴社东西文专访 将对华龙平高科副总裁 水道首席专家杨远柱 请他为我们解读东方摩道 如何为世界粮食安全限量测 杨总您好 您好 刚刚我们有说到 这个中国的杂交水道 是已经在全球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研究和推广 那您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具体在海外的应用情况是怎样的吗 自上世纪70年代 中国杂交水道研究成功 并大面积推广以来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这个联合国的粮农组织 顶国际组织 对世界的主要产道国 开展了一系列杂交水道技术的援助 上世纪90年代初 联合国粮农组织 将推广杂交水道 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 首选战略措施 那么目前中国杂交水道技术至少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了实验示范 其中有10多个国家进行了大面积推广 年总值面积超过了600万公顷 一般产量比当地的常规道 每公顷也提高两顿多 美国是最早引进中国杂交水道技术的国家 1979年美国原范总值公司从中国引进了三个杂交水道品种进行施种 单产交美国的当地品种要增产165%到180% 比美国人金户为中华魔道 那么次年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杂交水道四种技术的转让协议 中国派出了专家到美国进行杂交水道技术的指导 很快获得了成功 那么现在美国种植的比 杂交水道的种植比例已经达到了60% 也就是说年推广面积在60万公顷 那么越南是最早直接应用中国杂交水道的国家 最多的时候他们的种植面积达到 年推广面积达到了70万公顷 那么巴基斯坦是杂交水道发展最快的一个南亚国家 目前年种植面积达到了超过了60万公顷 占到了巴基斯坦水道种植面积的20%以上 那么1980年印度它开始研究杂交水道 目前杂交水道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30万公顷 是除中国之外 种植杂交水道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咱们中国的杂交水道 它走出去一共是分为了哪些阶段呢 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2007年以前 主要是产品走出去 就我们的杂交水道品种 直接作为种植贸易出口 直接销到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的种植公司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杂交水道研究的本地化阶段 中国总业企业和科研机构 在海外设立杂交水道研究中心 也就是育种站 面向目标国开展本地化的杂交水道育种 培育出真正适合这些目标国推广的杂交水道品种 那么第三个就是刚刚起步的 中国总业对外投资阶段 中国总业与国外总业成立合资公司 这样的加快杂交水道的本地化制种 和加快杂交水道的产业化步伐 那么这个杂交水道它在海外的推广 它有面临到一些是怎样的问题呢 我们中国有做哪些尝试和努力吗 国人认为主要有下面几个问题 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中国的杂交水道 对南亚东南亚热的地区的一些 比如吸剧性病害 以及刀飞丝它的抗性比较弱 直接出口到这些国家 那么在汉籍的话 这个还没能够勉强种植 那么到了雨季 种植的风险比较大 而且我们中国杂交水道 在南亚它的生育期 比当地的品种要短30天左右 那个产量优势就很难发挥 第二个就是过去 就是中国培育的杂交水道品种 大多数都属于高肥高产品种 肥料的利用率比较低 而它东南亚和南亚 以及非洲这些国家 它们的稻田的土壤比较激薄 是为水平低 所以我们杂交道的这个增产权力难以发挥 第三个就是中国杂交水道品种 大多数吃的淀粉含量有点偏低 米饭的这个粘性比较重 那不实力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这些习惯手抓换的国家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企业整体实力不强 粘法投入低 缺乏国际化的研究人产 大多数企业 总业企业没有本地化粘法的支撑 人停留在初期那个种子贸易阶段 那么由于国内杂交水道种子生产成本逐年上涨 种子出口的利润也是越来越低 难以这个可次数发展 那么再一个就是东南亚 这个南亚非洲这不发达国家的 科学挣田水平比较落后 不能做到两种粘法 给我们的杂交水道推广也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那么针对上述问题 中国做出的主要对应的这个措施 于是我们确立了杂交水道走出去的一个先行战略 中国的总业企业和国内院所 在这个目标国建立了这个杂交水道这个联法中心 有的称为育种站 有针对的开展杂交水道的本地化育种 重点解决这个品种的抗病虫 抗导耐低肥等等一些形状的改良 从根本上解决杂交水道品种的 这个生态实际性 比如说农民高科 我们2007年开始在菲律宾 这个巴基斯坦或印度 以及越南就设立了这个杂交水道的研究中心 在海南我们是建立了一个三亚海外杂交水道联法中心 统筹管理我们海外的这些杂交水道预众站 那么切直2021年 我们农民高科在国外审定的品种已经达到了31个 2021年我们在海外杂交水道种子的销售量超过了6800噸 那么我们销售这些产品百分之百的都是本地化研究的成果 中国水道所目前在印尼在巴基斯坦也设立了杂交水道的联法中心 目前取得了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措施是 在目标国成立杂交水道产地化公司 逐步实现生产的本地化 大幅度降低种族生产成本 提高种业的这个效益 那么第三是强化杂交水道的国际培训 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科技部都设立了杂交水道国际培训项目 那么农民高科是商务部授予的首个中国杂交水道技术园外培训基地 目前已经举办了100多期杂交水道的国际培训班 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近1万多名农业的官员和农技专家 为杂交水道走出国门奠点了很好的人才基础 那么有业内人士说到咱们的杂交道是中国最成功的 来利用国外种植资源的典范 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说法呢 种植资源国际合作对于确保世界粮食的安全 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那么种植资源是我们育种创新的一个物质基础 那么突破型新品种的育成 取决于育种家对这些优良种植资源的发现与利用 中国杂交水道连接成功 主要得益于野外细胞质不育种植的发现 或东南亚国家或者地区 恢复起种植资源的有效利用 那么种植资源具有这个区域进化的特性 特异性种植是一个地区生物粒境或非生物粒境 长期胁迫的一种进化的结果 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很难拥有 这个所有的这个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种植资源 中国的杂交水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这个发展 目前我们拥有世界最优秀的杂交水道种植资源 那么这些种植如果与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地方优良的品种杂交 那么对加快杂交水道品种的培育 无理是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说种植资源国际活作 对促进优异种植资源的交流 优移基因的挖掘和遗传改良 加快突破性品种的培育 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杨总在您看来 咱们中国的这个杂交水道 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 现在呢面对这个日益严峻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您认为中国的杂交水道应该如何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展现更大的作为呢 我们认为啊就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客切需要 那么利用水道杂种优势 大幅度提高水道单产 解决实际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是我们袁老师啊 开展杂交水道的一个初心和使命 初心和使命 那么第二呢是中国拥有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 一大批优秀的杂交水道育种专家 他们跤踏实地的公平田野自立于把论文这个写在大体上 才有了中国杂交水道技术的突破和成功 那么第三是这个在国家的大的支持下面 杂交水道的研究啊开展了这个大协作大费战 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 优势力量攻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那么杂交水道的研究成功 与大面积应用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再次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这个科技工作者 对美国人来似的布朗 说谁来养活中国的这个理问 一个最好的这个回答 那么中国饭碗装中国粮 把中国人的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是我们中国领导人和全体中国人民 对世界做出的这个庄严的承诺和最大的贡献 那么处于人力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 对杂交水道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 新的机遇 那么我们呢这个有责任 也有担当让杂交水道 承担更大的时代使命 为这个实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道 覆盖全球梦而努力奋斗 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贡献中国力量 提供中国方案和这个中国的智慧 非常感谢杨总来到我们中兴社的东西院专访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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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